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小套房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红酱鱿鱼 是不是 我猜语是什么 红酱鱿鱼 打白饭 这么简单 就是红酱鱿鱼 异式红酱鱿鱼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有 好 那我们做法很简单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 就放在里面的锅子跟里面的这些都有 有人在网路上面留言说中华锅当然可以 你要买一个小店锅当然可以 那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只是讲烹调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电锅的话 当然你有一个小店锅当然更好 或者是比如说你有那种 电饭锅 筷子锅都可以 你自己决定 那我只是把一些基本的放起来 好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鱼鱼 很简单 首先呢 我希望它有点带点味道 那我们把鱼鱼拿起来 那你就切 大概就好了 刀工不好这样应该不是很难的问题吧 对不对 这样 那看你的食量啊 可能半个这样就够了 那我今天反正今天要做 就把它当成今天是有人来我的小套房玩 好不好 那我就来做这个东西 那至于它为什么来就不要问了 好不好 因为根本没有人 那把它打开 火打开 这个里面是放水啦 所以其实都不需要什么 放 特别放在这边 然后油 一般的沙拉油 橄榄油都可以 你自己决定 一点点就好了 那盐巴你要在这边下也行 你不下也行 都没关系 那不是什么难题 好 那我们今天只用了 一条的鱼鱼就好了 那这边 眼尖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什么 当初的猴子食咸室留下来的 后来我发现 它目前是猴子食咸室留下来最好用的 因为它方便 而且它不用插电 这个我甚至觉得露营的人 也可以准备一下 好 我们先把蒜放进来 然后对准好 先讲好哦 不要给我配猴子的声音哦 好 这就弄好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这先剥旁边 这个热了啦 可以把它先放进来 就随便乱煎了 然后再洋葱 它是需要的 大概切 因为你的刀工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就大概这样切就好了 这没有鼓励大家去买这个啦 但这个其实是蛮好用的 放进来 一样 就碎了 你看 听过几声的猴子叫之后 它就好了 好 放这边 先把它倒出来好了 它就有蒜跟洋葱都在这边 放过来 好 再把刀子拿回来 也不用洗 番茄放进来 一样把它封起来 接下来 来 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 好 这样子 你看 好了 对不对 很简单吧 大家以为我们在团购 这个呢 稍微煎一下 小时候 小时候你第一个喜欢吃的 一定是煎鱼 我说吃鱼来说啦 对不对 然后呢 慢慢的到一阵子之后 你开始接触到吃剩鱼片 有人就敢吃了就喜欢吃剩鱼片 你现在就是煎 就让它有点散掉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配白饭 其他麻烦是你可能这时候还需要一个盘 这时候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手伸出去 待会盘子会进来 伸得有点久 有了 听到盘子的声音有没有 好像开始念力出来有没有 对不对 你这全程都会拍 对啊 对啊 好不好 用跑了对不对 都拍下来 好 你现在就把刚刚煎的鱼把它倒出来 为什么呢 你当然可以直接把它和进去啦 但我希望说除了煎这个鱼之外呢 我们现在有这个锅子对不对 那你再一样放点油进来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料炒香一点 重点是在这边啦 然后再洋葱先进来 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理它 就是全部把它加进去 然后加点水 煮一煮它也是 然后洋葱会跟刚刚的这个蒜头 还有跟刚刚里面煎鱼的一些碎碎 它就会在里面 还有就是有人在讲说它小套房 以前住小套房的时候它煮东西的时候 它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这个煮完东西之后呢 它们会就洗的时候比较不方便 那其实也在卖那种小滤网 因为你如果是在浴室期 因为没有厨房嘛 在浴室期的时候 你会讨厌那个渣渣会掉到里面去 那你就买一个小小的滤网 你把渣渣先往里面弄 或者冲的时候往里面 你那个渣渣球一丢就好 但有人说 我们这个企划根本就是在骗人的 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企划 在家里面小套房谁会做 我会啦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因为有时候 当然在台湾 我必须说在台湾 是比较方便 你今天可能想要吃个面 想要吃个饭 你现在叫Uber也方便 对不对 或者叫FuPanda也方便 甚至LalaMove也方便 由于LalaMove又更厉害 再怎么也都把你拿过来 那但你总是有时候 比如说你在国外 或者甚至你今天是在 出国去玩 你就突然很想吃 你自己心里面想要吃的味道 或是留学生 留学生其实说真的 很多人在看留学生 有点超会搭 不错喔 这样是我要的 你就可以再来把这个番茄放进来 很多留学生 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 就觉得说 可以出国去留学很好 但留学生有时候也蛮辛苦 因为你毕竟离乡背景 你知道 你到了很多地方 你总希望说可以吃到一些 家乡味 那你又吃不到的情况之下 现在是方便咯 现在的食材取得跟以前 我那个年代比起来 已经不一样了 你可能甚至说 现在你在日本 都可以买了一些台湾食材 以前哪有 以前根本买不到 好 好 那现在就把这个 有没有 番茄也放进来了 好 那就可以放一点九层糖 目前 这几个呢 然后番茄酱 这几个就是很义式的方式 那你说我不喜欢吃番茄酱 你可以不要放 没关系 番茄酱也是一个便利 而且说真的 很多人说我不喜欢吃番茄酱 基本上都是妈妈 小孩子很爱吃番茄酱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那时候吃什么都要加番茄酱 他有曾经跟我讲过 只要有番茄酱 他什么都好 这个朋友大家应该也都认识 他就是下雨桥 我永远记得 我整个傻眼 好 那接下来把鱼再放回来 这不难吧 很难吗 不会吧 对不对 你现在把它炒 好 番茄酱稍微炒它有点香味 好 接下来就是把水倒进来 好 就让它去微 黑胡椒白胡椒随便你 我为什么随便呢 因为我本来要黑胡椒了 但我们的小编给我白胡椒 我就用白胡椒 都可以 那只是增加一个风味而已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准备要摆盘咯 很简单吧 小炒房的料理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复杂 然后这个东西呢 好比这个鱼 你可以拿一片 然后其他把它冰起来也没问题 然后这边 有白饭 那你要像这样的话 你要搭一大一面也行 那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没做一大一面 我今天想要吃饭 所以我就做饭 我就用饭 你又想要吃一大一面 你就弄面 那也行 好比说现在这样子 你现在在微了对不对 你这个呢 如果说你里面 放点酱油香油进去它就是中式 我没有放就是西匙 好 最后 不要浪费 把所有的九层台都把它放进来 那你不喜欢吃九层台 你要放香菜可以 要放葱可以 你不放也可以 好 然后关火 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把它倒出来到旁边 好 难吗 没有吧 简单吧 吃的时候 它就是 连这个鱼啊 有没有 连酱子 酱子真的很简单 而且 好啦 你说你买得到 外面有得到 我可以保证 这道菜你一定买不到 对不对 没有在卖 再我推一下有点烫 这样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做菜它有时候 我绝对相信啦 我今天这样做 你会觉得说 麻烦要备料或干嘛 我跟你讲 你有这个很简单 没有鼓吹你去买 没有鼓吹 我妹妹有致力 其实你可以开船给我买这个 因为这个很方便啊 你看你会想买 会嘛 如果想买 会嘛 对不对 而且 我还送了一个卡带给我 猴子音乐 呼呼呼 我们大家一起呼呼呼 这样 自己做饭的乐趣呢 也是远远超过你 叫外卖来 这我必须这样讲 那当然你如果不喜欢做菜 那也不勉强 你看一看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是 对不对 有的看门道有的看热闹 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人 吃饭 孤单无所谓 但不要随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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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